大家好,土耳其已经进入夏天了 那夏天最亲热的最喜欢吃就是凉粉凉面 但是在国外的凉面就没条件 因为土耳其很难买到那种生的面条 然后我就用这个液粉 这个液粉不是最细的,可能最细的最好 因为液粉它意面它本身的劲道就够 其实一样的,只是心理作用 其实我觉得这个会更好 比很多面都强,因为它就劲道很好 我就用它煮,煮的就是 还是挺硬的时候,八成熟的时候 就把它捞出来,冲凉水 冲了凉水以后再撒点油拌一拌 然后它就不会沾点那一块 我就冻到冰箱里面,要吃的时候就取 那今天我来做这个凉拌的这个麻酱面 一面版的麻酱面 那现在就先来做那个麻酱 顾名思义麻酱的就是芝麻酱啊 那这个土耳其的芝麻酱 它和国内的不一样 它主要是做甜品啊 还做一些酱料 但是它这个比较浓 然后香就没有国人的东西 香气我觉得 我准备咬个三勺 它这个非常的粘在一块儿 这个做阴瑞豆浆的地方就要用这个 我做一次做了这个 就把这个酱料做好 下次吃的时候就方便一些 要放一点酱油 酱油 酱油要一点点的放 把它搅进去 放一点点老抽 增加一点甜味 他们有的时候就要会放糖 但实际上老抽是甜的 这样子颜色就好看 拌起来颜色就好看很多 芝麻酱就是这样 一搅了加水 它又搅一搅它就 吸水性非常好 再加清水 要把它让了这个水 让它就是这样子 慢慢的搅一点点的加进去 这个搅就差不多了 就是水一点点加 直到这种状 但是我还觉得再加一点 这个老抽 颜色再深一点 好像还容易一点 稍微再加一点点水 放点这个芝麻 熟芝麻 增加点颗粒感 在那个搅劲中 增加点颗粒感 好这个麻粘就收好了 等会来做那个大蒜水 好大蒜 大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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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擦 拌水是非常重要的 在凉拌菜里 它做 它这个第一个 它凉起来一个凉菜嘛 起来一个杀菌的作用 第二个就是它增加一个提味的作用 大蒜水 现在把这个意粉 捞一些出来 凉面 凉面不是一份 凉面 凉意面 捞出一些出来 根据自己的需要 捞出一些出来 然后放上这个黄瓜丝 也可以加其他丝 那我觉得黄瓜丝就够了 然后加一点蒜水进去 两勺蒜水就够了 加一点辣椒油 再放一大勺麻酱 因为我已经放过麻酱了 我就不用再放 再另外加麻酱 我就放点柠檬汁在上面就行 好 再加一点点醋 就是山楂醋 野山楂醋 好 凉面怎么可能没醋了 就是 好 这个 夏天的 凉面 就麻酱凉面就做好了 再浇一点辣椒油在上面 原色 好 这就做好了 麻酱意面 麻酱拌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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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